我好像沒有公開過我的化妝包 因為我覺得真的太神秘 不想隨便讓別人看 今天要讓你們瞧瞧裡面 這個呢就是我的包包 因為我有一點點害怕東西沒帶到 所以呢我習慣帶大包包 接下來呢我就要把它打開來 讓你們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個的話 裡面都是一些小飾品 把它分裝起來 然後如果真的忘記帶的話 就剛好包包裡面就有不用擔心 然後這個是我的鑰匙包 然後這個是鉛筆盒 然後這個裡面就會有 我生命中必須要有的東西就是這個 它是小小罐的 因為我的膚色比較健康一點就比較深 所以呢如果看起來乾乾的就會很命苦 油油的感覺比較滋潤 所以這個也是我會隨身攜帶的 然後錢包如果那天我是帶大包包 我就會用大的長甲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這個 口罩 很多藝人都會帶黑色的口罩 因為我就是覺得那個明星味太重了 我覺得選擇這種 就戴起來真的不會讓別人發現我是誰 你看你知道我是誰嗎 是不是很路人版 接下來介紹大家都超級想看的化妝包 我好像沒有公開過我的化妝包 因為我覺得真的太神秘 不想隨便讓別人看 今天要讓你們瞧瞧裡面東西 但是呢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外包裝 這個是我跟品牌聯名的 然後上面每一個圖案啊 都是我自己畫的自己設計的 接下來我把它打開了 這個是腮紅 腮紅我有兩個 這個是稍微偏紅的 然後這個是比較霧一點的 就是這種 就是你只要沾一摘甩一甩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就是絕對不會出錯 它的顏色我覺得蠻可愛的 這個應該也算是遮瑕 這個也是遮瑕 然後這個是專門遮在眼睛附近的 然後點點點點點 然後另外一頭這邊呢 是刷子 它就可以把那個這樣刷開來 用推的方式 所以我就會 點在一些比如說有暗沉的地方 然後因為我的黑眼圈比較嚴重 所以我就是需要再重一點點的遮瑕膏 我的粉餅 就是這個 3CE的 然後我都會用拍的 還有 這個 我的睫毛膏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好用在哪裡 我只是覺得它是跟Hello Kitty聯名的 我就買了 然後它的刷頭呢是這一種 是小梳子 我喜歡小梳子 因為用起來比較自然 然後我還會再把它再刷開 就是一樣是刷 刷睫毛 這是刷上睫毛 這是刷下睫毛 小刷子 眼線我會帶三種顏色出門 就是這個是黑色 這是深咖啡色 這是淺咖啡色 這是淺咖啡色 因為我喜歡裡面畫深 畫最深的這個黑色 然後外面用淺咖啡 然後如果真的有一些洞洞要補的時候 我就會用深咖啡 這個呢它是少女時代的化妝師 自己出的唇彩雨衣 只能帶一盒眼影的話 我會帶這一盒 因為它裡面的顏色呢 就是現在很流行像這種磚紅色 或是你想要大地色的這種自然的咖啡色 它也有 這個呢也是緊急救難包 那常常有時候真的太想綁頭髮 但是你都找不到髮圈 也會很痛苦 所以我裡面有三個髮圈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呢現在台灣還沒有 然後是我試用過 最好用最自然的 紅孔變色片 然後這兩個呢 這個就是大家都很喜歡 這支我要跟你們炫耀一下 這支是最近新出的 而且也是限定的 好的所以這些呢 就是我化妝包裡面所有的東西 那如果包包裡面只能選一樣東西 戴只能一樣 我就會選擇戴口罩 眼人而耳目 這是我唯一一樣一定要戴的